chopi 哈喽們了我好久不見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久違的網友推薦蝦皮服飾賣場的穿搭戰利品 第一個賣場是Carrot 他們家的單價我覺得算是還蠻親民的 大約都落在100多到500以內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比如說學生族群或是小資族去逛 那在风格上面则是以一些比较简单休闲日常好搭配的风格为主 那这次我在他们家一共买了三件单品 首先呢是这件深灰色的短袖雪纺西装外套 那这件呢它的料子就是真的很轻薄很轻薄的 它是没有做内衬就薄薄的会有点飘逸感的雪纺布料 所以穿起来是几乎完全不会闷热的 颜色的话呢就是这种稍微深灰色带一点蓝吊感的这种深灰 我觉得不会太过沉重也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死板的感觉 再加上它的长度是属于比较偏中短版 不会短到露你的上部 就算是小个子的女生 我觉得搭短裤还是搭短裙也都还蛮可爱的 整个版型我觉得算是中规中矩吧 是还蛮好搭配 再来他们家最后一件单品是这个比较偏中性暖灰色调的 雪纺喇叭洗装裤 翻到背面来呢几乎整个后腰都是做松紧带的设计 所以它在腰尾上面还蛮友善的 这款呢它的版型就是喇叭感还蛮明显的 而且整个布料一样是那种雪纺比较轻飘的效果 内里的部分呢是没有的 所以它就是单一层雪纺洗装布料 走起路来的那种飘逸感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在夏天穿也不会闷热的那种雪纺材质 然后它的长度我觉得算是偏长吧 如果你跟我身高差不多163公分的话 这款穿起来会有一点点疾地 但是不会到拖地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穿一般正常的高度的鞋子都可以 我觉得这件事可以考虑 而且它价钱也算是蛮容易入售的 好像是399元吧 没有记错的话 再来第二个卖场呢是Unfine 这家也蛮多人推荐的 那他们家的定价也算是比较平价 大约就是1900啦 或者是290、300多、400多元 首先呢第一件是这种 一样也是很日常舒服的条纹上衣 那这件呢它是有一点点螺纹材质的 弹性非常的好 那这个剥料弹性还蛮好的 摸起来那种柔软度也是有 所以直接碰触到皮肤 我觉得也还蛮舒服的 那这件呢它偏薄 可是它不会薄到说很显 里面内搭的颜色 可能因为它这个条纹也稍微有点遮盖的作用 这件它的版型呢算是合身 但是不到贴身 如果跟刚刚的白体比 它又没有到那么的贴 那么的显身型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更舒服的版型 那它的价钱非常非常的可爱 价钱是190元 在它们的卖场上面一共售出了3540件啊 各位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价钱 再搭配它的这个材质穿起来的舒服度 这件它的CP值算是真的还蛮高 加搭配一个那种牛仔宽裤 跟你的返布鞋 或者是说你要加一些西装背心 西装外套 还是像我身上这种 针织背心也都可以 它也算是一个还蛮好搭的单品 再来就是我现在穿在身上这件黑色的针织背心 我把它跟刚刚的调纹T搭配在一起 那这件针织背心呢 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微微宽松 但是不到很宽的版型 长度也是偏适中的 所以我觉得也还蛮适合去做一些夏天穿搭的搭配 那像那种春夏的针织背心 它的厚度一定不会像秋冬的那么厚 或是那么密 它通常在针织的部分 洞洞 洞洞都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整个料子再更轻盈一些 所以就算你多搭了一件在你的T恤外面 它也不会说让你觉得太有负担 它的价钱呢是335元 在卖场上一共售出了1998件 差两件就破2000件了 所以热销程度是真的还蛮好的 它这个价钱来讲 这个版型算是真的还蛮不错的 再来就是夏天大家都会收集的那种牛仔短裤 但是这件它的颜色还蛮特别 是这种有点喜旧感的浅灰色 它的价位呢是390元 售出的件数是1858件 还蛮多的 因为它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是你夏天穿可以 春天穿可以 那如果说你秋冬不怕冷的话 其实你去搭配一些靴子 这个颜色也都是可以驾驭得住的 所以它的颜色并不会说有季节之分 还蛮好大 那它的版型呢 就是稍微有点微A字的高腰版型 不会太过的A像300 或是到裙子那种状态 那这种A字感我觉得算是恰恰好的 可以让你的臀啦 或是比较有肉的大腿 通通都藏在裤子里面 然后长度呢 大约会让大腿接近膝盖的地方 那一节最细的地方露出来 这个长度我觉得算是还蛮刚好的 那如果说你个子再更娇小一点 你想要让大腿的比例再露多一点的话 它也是可以去做反折的 我觉得反折之后也蛮可爱的 再来这家呢是TENTY TENTY也蛮多人推荐 那它整体风格是属于 偏韩戏温柔小姐姐的感觉 价格呢 大约落在400左右到600 700不等 比起刚刚分享的两家都在稍微高一点点 那我在他们家买了这个 松饼格纹的连帽外套加短裤的套装 它是一组一起贩售的 版型是还蛮宽松的 那正面呢 左右两边也是有做这种口袋的 那裤子的部分呢 它的裤头是一整圈的松紧带设计 弹性非常的好 注意看哦 从这边到这边 可以延展到这么宽 所以要去吃吃到饱 穿这个裤子就对了 那它是有做口袋的 左右两边都各有一个口袋 那强度的话呢 我觉得算是蛮有安全感的一个强度 不会太短让你有曝光的疑虑 就是刚刚好啦 我穿的话 大约是到大腿中间上半段一点点左右 不会到太短 穿起来就是还蛮舒服自在的一个长度 然后版型也是偏A字感的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还蛮好藏屁股肉的 那这套呢 它是一组一起贩售的价格是780元 再来是一件有点那种 云朵柔绵感的黑色尖领衬衫 那实际上收到之后 它的布料有比我想象中再更舒服 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呢 它就是这个 V领加上尖领的感觉 有一点复古的氛围在里面 然后它的裤子呢 是属于那种有点包布的 同款布料的蘑菇扣 像这样子的效果 所以整体风格是比较复古 在胸前两边也是有做一个 细细的两条折线的设计的 肩膀这边呢 有做一点微微的蓬秀的效果 所以这件呢 它的整个设计来说 是属于比较偏 复古小女生氛围的一件衬衫 那这件啊 它的版型就是偏适中 不会太过的宽松 也不是偏合身那种版型 所以我觉得一般身型来说 应该都算是蛮好驾驭的一个版型 再来第四价 也是蛮多人推荐的Auli 他们家的风格 也是属于比较甜美韩戏姐姐的风格 那价格的话呢 比起前面分享的几家都在稍微高一点点 最低单价 我目前看到大概是399元 接近400元 那在网上更高的话 七八百都有 所以我觉得算是比较偏中价位的卖场 那首先呢 是这件奶油黄色的西装外套 就是春夏的颜色 这件它的版型就是偏宽松 如果你是个子很娇小的女生 把它当作下意识中的风格来穿 它的长度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做搭配的 这款我自己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口袋设计 因为一般的口袋可能会做一个一字 或者是有一个翻盖 这样子 但是呢 它是做这样 有一点圆弧感的切角 在这个地方 所以口袋这样的造型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颜色的话就是偏奶油色调那种黄色 不会太过鲜艳也不是蛮火荒 所以这个颜色我觉得也算是还蛮好搭配的 搭配一些浅蓝色的单名单品啦 或者是黄色还是刚刚分享那种中间的灰色单品在底下 都还蛮好看 再来是一件奶油黄色的单品 它是一个细肩带的洋装 那它的肩带呢是可以调节长度 所以如果你不想让胸线那么低的话 可以稍微调短 让它再往上一点点 那这件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在单一侧边的地方是有做一个珍珠链带的 这个链带它是做可以拆卸的 这个地方有做那种勾扣 它的布料呢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光泽布 也不是雪防布 是有一点重量的西装滑面布 所以它穿起来会再更挺一点 走路会有点摆动感 但是它不会飘到像雪防那么轻飘飘的感觉 长度的话呢 因为它肩带是可以调整的 如果放到正常长度 以我的身高来穿 它就是大概盖到小腿度左右 像那种西肩带洋装 它就是单穿 或者是你要内搭一些衬衫啦 T恤还是有一点透肤感的高领相衣 在里面都可以 其实算是还蛮好的 再来呢一样是一件灰色的西装裤 但它的版型刚刚分享的那件灰色的喇叭感 完全不一样 这件比较偏直筒 带一点垂坠度 然后穿起来氛围会比较偏中性 带一点复古感的那种西装裤的风格 那它的裤头呢 是做这种隐形的勾扣设计 比较平整一点 那它有做耳朵 可以让你放腰带 那它的布料呢 垂坠感比较明显 没有刚那件那么飘 所以它穿起来会再更挺一点 更有精神一点 像它这个版型又不带喇叭感嘛 所以我觉得它上面搭配一些白色的 比如说今年多那种削肩背心啦 或是比较合神一点的白色短T在底下 让你鞋子换成一个人之托 我觉得在那种 简约日常跟正装之间 达到一个平衡的感觉 是很舒服的 最后要分享到卖场的是AISA AISA它们家的风格呢 我觉得也比较偏喊系 可是它的喊 不是像前面OLEE那么的 温柔气质柔软的喊 AISA它们家的风格就偏 日常舒适 然后带一点慵懒跟个性去做结合的感觉 那价格上的话呢 它们家定价有100多的 有200多300多400多都有 我觉得也算是落在一个跑入手的区间内 而且重点是它们家是采现货制的 所以我买了这几家单品里面 它们家是最快出货的 这点我觉得还蛮适合 你不想等预购 就可以去它们家逛逛 首先呢 我在它们家买了一件 偏那种雪纺滑滑剥料的洋装 方领宽件袋的洋装 它的特色在于它翻到背面来 有做一个绑带跟大漏背的设计 它的背挖的还蛮低的 而且我发现它的布料真的很薄透嘛 所以虽然说它是黑色的 可是我觉得它在这个天气来穿 是完全不会闷热 它直接碰触到皮肤 也是那种很柔滑舒服的触感 再来这款西装外套呢 卖场上说它是小织女的西装外套 我觉得真的是 跟刚刚那件洋装很像 都是适合小织女的 我觉得它稍微有一点厚挺度 带一点柔软的效果 那内里的话也是做一个同色系 滑滑的内里在里面 那细节的话呢 中间这边是做三格浅色系的贝壳扣 以及两边浅浅的翻盖式的扣袋 那翻到侧边来呢 你看我做三格浅色系的扣子在这边 它是蓝中带紫的感觉 重点是它这个紫的成分又不会太高 因为像我是黄肌 我其实很挑紫色 但它这个结合蓝色调 所以放在我的黄肌上面 意外的可以 不会显得更辣黄 所以我收到实体的时候 穿起来有被它这个秤肤色的效果 吓到 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进化视觉的颜色 所以如果今年夏天想要尝试一些 比较亮一点 比较柔软一点的颜色 这种蓝中带紫的颜色也是可以考虑的 再来呢